人生不漫漫,感悟在心间,大家好,欢迎收看大道无形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,如果能在这五件事情上保持安静,说明它很不简单。 一书在《流经岁月》中说,女人越安静,人生越高贵,安静是最了不起的力量。 常然,一个女人的高贵,不在于她的颜值的高低,财富的多少,而在于她能够保持安静,在这个浮躁的世界,很多时候,在各方面争议时之快很容易,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守住内心,才是真正的大智慧,人生漫漫,谨言慎行,对于每个人来说,都是需要用一生去学习,去实现的。 真正能够保持安静的女人,并不是不会说,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不说,让自己少一些指责与抱怨,多一些鼓励与肯定,然后做事不疾不虚,不卑不亢,不轻易让自己一时的情绪惹上一身麻烦。 具体而言,一个女人,若是能在这几件事情上保持安静,说明她真的很不简单,面对误解,沉默释然。 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时常会遭遇质疑与误解,面对无端指责,许多人第一反应便是急于辩解,想要立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但有那么一类女人,她们在质疑面前,选择的是沉默,不是逃避,而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,去回应那些无端的猜测。 我想起了《甄嬛传》中的甄嬛,面对宫中的种种猜忌与陷害,她从未基于反驳,而是用智慧和谋略,一步步化解危机,最终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地位,在误解的海洋里。 沉默是最好的船,她能在你穿越波涛,抵达真相的彼岸。 相信大家都看过,或者听过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故事,在失去了孩子之后,她变得整日只会逢人诉苦。 无法过好自己的生活,大家对于祥林嫂的经历,第一次同情,第二第三次开始敷衍,次数多了,大家都纷纷逼之不及。 故事的最后,她只能是在不甘和孤独中,潦倒离世,其实,祥林嫂的故事,无论放在以前还是当下,都是值得让人同情的。 但她的行为,自始至终,都是让人感到厌烦的。 比尔·盖茨曾说,人生是不公平的,习惯去接受她吧,请记住,永远不要抱怨。 仔细想想,如果一个人整日整夜地跟你抱怨,跟你诉说着自己不幸的经历,哪怕自己再怎么同情她的遭遇,也会有失去耐心的一天。 我们常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但也不过是在他人面前,随口一提过往的伤心事,相比较四处诉苦,我们还是选择了把话吞进肚子里,把苦藏在心里。 很多时候,我们不得不承认,人的悲喜并不能相通,偶尔跟身边人抱怨自己的不幸,或许能够得到一举暖心的安慰,然后抚平心灵所受过的伤,让我们好过一点。 但经常性的抱怨,只会消耗彼此的能量,甚至是换来对方的疏远,并不能对抗和消除生活,给予我们的不公。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,抱怨是愚蠢的行为,因为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 当你开始坦然面对无常的事实,想通了抱怨和诉苦并没有用的时候,你就能在沉默中练就强大的内心,在沉默中走向成熟,在沉默中遇到更多的可能。 沉默是对生活最好的反击,而内心强大,是为了更好的迎接生活中的挑战,面对成就,低调谦逊,成功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。 但总有人能在荣耀家身时保持一颗平常心,这样的女性,她们深知满招损,牵受益的道理,即便站在人生的巅峰,也从不张扬,认识一位女企业家,在她的公司上市那天,没有盛大的庆祝会,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。 她只是简单地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条信息,感谢每一位同仁的努力,这只是我们新的起点。 她的谦逊,让团队更加团结,也让竞争对手心生敬意,真正的成功,不是站在山顶的呐喊,而是攀登过程中那份不为人知的坚持与低调。 林肯曾说,真正的强者,不会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而居高临下。 保持谦逊是中年女人最有智慧的表现之一,因为真正有本事的人无需通过高调炫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比如,一位成功的中年女性不会在社交媒体上频繁晒出她的豪车豪宅,而是在默默付出的背后,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。 所以,谦逊的态度让她们更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,而不是被认为是炫耀和虚伪。 谦逊是智者的标志,高傲是愚者的特征,真正的强者从不抬高自己。 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,中年女人应该懂得保持谦逊,明白真正的强者是在平凡中磨砺出来的。 一个有自己的能力,有本事中年女人在生活工作中总能保持低调,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优点。 面对失去,平静接受,人生有得有失,面对失去,有人痛哭流涕,有人怨天尤人。 而那些能够在失去中保持安静的女性,她们学会了放手,学会了在遗憾中寻找成长的力量。 历历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后,她没有沉溺与悲伤,而是选择了一个人去旅行。 旅途中,她写下了无数关于爱情,关于成长的文字,最终出版成书,激励了无数人。 她说,每一次失去,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 在失去的河流里,保持安静,是学会放下,也是拥抱心生的勇气。 不管你承不承认,愿不愿意接受,人的归途是虚无。 接纳失去,越纳得失,心纳成败,才能一点点地学会看看,看淡,放下。 主持人蔡康永曾说,一个人,越能够面对失去,就越能活好。 因为活着,就是一个失去和得到的过程,能够面对失去的人,学会了成长。 无法面对失去的人,可能就渐渐枯萎了。 岁月疏忽,韶光一世,生命这一旅程里,每个人都在起起伏伏,也在满怀期待,走向生活。 步入社会之后,慢慢地才发现,我们的成长,成熟,无非是从接受失去开始的。 俗话说,错过的,不过是封锦,留下的,才是人生,如何拥有一种更好的人生,才是我们值得去好好思量的东西。 人生路上,总有太多不经意的东西,也不满了无常。 很多事情,不是你想留,就能留下的。 很多人,不是你想得到,就可以拥有的,甚至可以说,很多东西,突然就不属于你了。 很多心心念念的美好,说没就没了,人在后知后觉之中,早已不知道错失了什么,又错失了多少。 所以,慢慢地接受,看淡地放下,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。 所谓成长,就是人们同失落,受伤,孤独抗争,失去所有,却又要活下去。 人类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当你看透了一切,继续会拿出自己的热爱来善待这个世界,这便是成熟的力量。 生活,本就不如一知识是有八九,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,我们没有足够的从容、淡定、乐观。 这样,我们才不至于情绪紊乱,心态崩塌,也才能真正在拥有的时候,顺其自然,在失去的时候,平平静静。 作家白仙勇说,人生所有的成熟,都是从失去开始的。 世间一切,皆有因果,世间万物,都有归宿。 往后余生,拿得起,放得下,不宜物喜,不宜己悲,情绪稳定,心态平衡,如此。 在失去之中看淡一切,修炼一颗平常心,在顿悟之中,不懂声色。 平静安然地度过一生,面对诱惑,内心坚定,人生路上,诱惑无处不在。 她们以各种光鲜亮丽的面貌出现,试图动摇我们的决心,而那些能在诱惑面前保持安静的女性,她们的内心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与原则。 作家林浅,在成名后,无数出版商,影视公司抛出橄榄枝,希望她能加快创作速度,或是跨界发展。 但她选择了拒绝,坚持每年指出一本书,确保每一部作品都是精品。 她说,写作是我的信仰,我不会为了名利而妥协。 在诱惑的丛领里,保持安静,是对自己信仰最忠诚的守护。 欲望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,但过度的欲望会让人迷失自我。 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,知道欲望是无止境的,而真正的满足感来自于内心的宁静和对生活的感恩。 就像佛陀所说,欲望是生活的根源,摆脱欲望,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 在一个充满诱惑和纷扰的世界中,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女人,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坚守。 她知道物质、权力、灵力、爱情和欲望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。 而不是生活的全部,她明白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心的丰富和对他人的关爱。 正如英国作家乔治·艾略特所说,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,而在于它的深度。 面对孤独、享受自我。 孤独是每个人生命中必经的旅程,但总有一些女性, 她们能在孤独中找到乐趣与自己对话,倾听内心的声音,画家苏情,喜欢独自一人在画室中创作,一呆就是一整天。 对她而言,孤独不是寂寞,而是灵感的源泉。 她的画作,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见解与深刻感悟。 让人不禁驻足凝视,她说,孤独是我最好的朋友,它让我更加了解自己。 在孤独的舞台上,保持安静,是与自己灵魂深处的对话,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 看过一句话,女人一旦到了中年,一定要懂得控制欲望,除了变美和赚钱,就是享受孤单, 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自己驾驭不了的人和毫无意义的世上。 深以为然,女人到了一定年纪,屏蔽无意义的社交,不巴结谁,也不讨好谁, 读下一份甜静与美好,便是人间自在。 孤独乃人生常态,没有谁会一直陪你走下去,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和自己相处。 独处是,你专注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感受,专注自己,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。 作家周国平说,我独处是最轻松,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。 做自己喜欢的事,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,自得其乐地享受独处时光,恰恰是现代人最奢侈的生活。 愿你我都能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,活出自我,活出个性,活出自由与洒脱。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,走过了这一期的大道无形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分享,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便不错过未来的精彩内容。 同时,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感悟,让我们一起在交流中成长。 下期节目,我们不见不散。